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 我想先请大家先看一个图片 左边是正常的大脑 右边是萎缩的大脑 你希望你的大脑是哪一个 从我们出生 到我们成年 再到我们老年 我们的大脑不断的在发生变化 许多的人会认为人老了 大脑也会老 所以出现脑萎缩 出现认知障碍以及智力的下降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从社会中和医院中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 好像确实如此 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 他们并没有出现 与年龄相关的大脑萎缩的现象 所以这种情况 并不是完全不可以避免的 要知道有许多的原因 会降低大脑的容量 降低大脑的功能 以及它的联通性 这个里面有疾病 也有外伤 有感染 也有药物的因素 但是今天我不打算 和你讲太多的专业知识 我只想和你谈一谈 五种常见的 并且被许多的研究认为 可能会缩小大脑的原因 这也是与我们的饮食和生活 息息相关的内容 在深入了解这五个原因之前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 大脑的主要成分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大脑主要是由脂肪所构成的 其次就是蛋白质 还有一些重要的矿物质 但真正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水 这些简短的内容 给了我们一些线索 缺乏必要的脂肪 会影响大脑的构成 所以可能会缩小大脑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缺乏 Omega3脂肪酸 为什么偏偏是Omega3脂肪 而不是其他呢 因为它有独特的能力 它可以通过血脑屏障 并且帮助构建和支持我们的脑组织 所以它又被叫做结构脂肪 所以它又被叫做结构脂肪 这些结构脂肪可以保护我们的脑细胞 帮助它们和其他的脑细胞顺畅的交流 所以它们对大脑的结构的完整性非常的重要 它和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脂肪不同 例如手臂的大腿的以及腹部的脂肪 这些部位的脂肪主要是用来储存能量的 你可以把它们叫做储存脂肪 有研究发现Omega3脂肪摄入量低的人 如果用核子共振去观察他们的大脑 会发现他们的大脑比正常的速度萎缩得要快 这对海马体也就是我们记忆中枢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记忆力和整体认知功能 今天我们所讲的Omega3脂肪 主要是指的EPA和DHA 因为它们是可以被人体直接利用的活性形式 它的主要来源是藻类和浮游生物 海洋的鱼虾以及贝类 草素的牛肉 散养的鸡蛋 还有另外一种植物形态的Omega3脂肪酸 叫做Alpha亚麻酸 它的主要来源是奇亚子 亚麻子等植物的种子 但是Alpha亚麻酸不是用作人脑的结构脂肪的 它的作用更类似于能量形式的身体脂肪 虽然说人体可以转化Alpha亚麻酸为DHA以及EPA 但是这个转化率非常的低 它一般是低于5%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通过这种形式来获得足够的DHA以及EPA 来避免大脑的萎缩 这恐怕并不容易做到 因此选择富含DHA以及EPA的食物 以及补充剂 比如雪鱼干油 枣油 泥虾油 这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 至于每天吃多少最合适 目前大家公认的是250毫克到500毫克的DHA和EPA的组合 吃更多是否意味着会更好 目前并没有研究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 虽然也有一些研究表明 我们的祖先每天吃进去的数量要远远比我们现代的人要多 而且健康的人类试验也表明 更大的剂量可以改善大脑的活力 改善情绪 但是考虑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以及经济的支出 我不建议你去服用更大剂量的补充剂 顺便说一句 和鱼肉相比鱼子酱里面的DHA更多 当然他们的价格也更加的昂贵 但是偶尔尝一尝 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人还是要废得起的 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太多的腹部脂肪 有研究观察到腹部脂肪的数量和大脑的大小成反比关系 当然这不是说腰围变大了就会让大脑变小了 它们之间并不是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但是这样的现象要怎么样来解释呢 有一些研究认为更多的腹部脂肪意味着代谢功能障碍 意味着身体的慢性炎症水平更高 这些慢性的炎症同样可以波及到大脑 大脑出现慢性的炎症 它也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系统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下丘脑的炎症 这个部位是人体的主要线体 是人体的内分泌系统 激素系统和神经系统的整合点 这个部位出现了问题它又会导致代谢功能障碍 从而导致身体脂肪的过度生长 所以它们成为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因此减小腰围 减少腹部脂肪 降低身体的慢性炎症水平 就是破解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所需要做的事情 通过吃抗炎的饮食 吃高营养密度的食物来维持饱腹感 减少不必要的过多的能量的摄入 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以及睡眠习惯 减轻压力等一系列的措施来逐步的改善 第三个问题就是脱水 我们身体70%是水 大脑85%是水 我们的身体几乎所有的功能都依赖于水 我们的身体每天会通过出汗 呼吸大便小便流失大量的水分 为了维持人体稳定的水河状态 当我们的身体缺水超过了一定的限度 人体会以口渴的形式来提醒你 需要补充水 在年轻人的身上 在身体机能正常人的身上 这种身体的反馈机制 它会正常的运转 我们一般不会让自己的身体面临缺水 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 但是在老年人的身上 尤其是已经存在各种慢性疾病的老年人身上 他们身体的这种反馈机制 已经不那么灵敏了 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容易脱水 并且可能长期的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有研究表明脱水超过体重的1% 认知功能就会下降5% 大脑的水河作用减少2% 会导致短期记忆的丧失和数学计算的困难 长期脱水也会导致脑细胞体积缩小 质量变小 这在许多脱水的老年人当中都很常见 下面我们讲第四个导致大脑萎缩的问题 这就是喝酒 长期大量饮酒 这应该是我今年第二次提到酒的话题了 我知道许多人不爱听这样的话 因为它成瘾了 因为这背后还有一个高度相关的利益链条 但是我认为为了你的家人 也为了你将来的自己 你应该把接下来的内容听完 2017年发表在BMJ杂志上的一个研究 谈到了酒精和脑萎缩的这样一个话题 他们做了一个长达30年的分析 他们想知道适度饮酒到底是有意健康 还是会带来脑萎缩呢 最后的结果一点也不让人惊讶 那些长期大量喝酒的人 他们的大脑萎缩的更厉害 就算是那些适度饮酒的人 他们也会有脑萎缩 大脑萎缩的程度与喝酒的多少 十阶层平行相关 喝的越多 大脑就会出现越多的萎缩 其实酒精所带来的大脑萎缩 不仅是指我们的大脑遭受到的破坏 所带来的症状 也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我们的新陈代谢受到影响的一种表现 酒精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精神活性物质 它能够快速的穿过血脑屏障 进入大脑 从而产生精神作用 酒精也是一种神经系统的毒素 每年死于酒精相关功能障碍 以及损害的人数 实际上比过量使用毒品带来的还要多 2010年发表在大脑行为与免疫的一项 汇退分析指出 酗酒不仅会诱发身体和大脑的炎症 还会导致免疫力发生显著的变化 增加对各种感染的易感性 所以它损害了我们免疫系统 它带来了炎症 而慢性炎症又进一步的影响了我们的大脑健康 人体就像是一个装水的木桶 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板 人体也像多米诺骨牌 一片倒下 其他的都会更加倒下 这也就是为什么长期喝酒的人 还有可能会出现甲状腺的问题 卵巢和膏丸的问题 因为他们是从下丘脑垂体身上线 轴一条线上下来的免疫系统受影响 大脑受影响 甲状腺也会受牵连 当我们的甲状腺功能障碍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其他的器官 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都会受到影响 而且当我们身体的许多的器官和细胞 出现功能障碍的时候 我们的甲状腺也会受到影响 我这其实是在向你强调 人是一个整体 这也是大自然赋予人类身体运作的方式 现在你又知道了一些 酒精对人体的不好的影响 所以接下来怎么样做 完全取决于你的选择 第五个我要讲的问题就是 吃太多的糖 是的 我们的大脑是需要葡萄糖来运作的 860亿个神经元 100万亿个连接 他们每天都离不开大量的葡萄糖 虽然我们的大脑只占身体质量的2% 但是它可以消耗我们通过食物摄入能量的20%到25% 然而大脑需要糖是一回事 你给身体供应了太多的糖又是另外一回事 吃太多的糖 血液里面有太多的葡萄糖 会对我们的大脑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2013年发表在糖尿病护理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谈到了二型糖尿病对脑萎缩的影响 他们用核磁共振扫描了350名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大脑 同时还有363名没有糖尿病的人来做对比 最后发现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大脑 出现了类似早期二次含毛病患者的大脑 皮层萎缩的现象 还有的研究发现 高糖饮食会减少脑原性神经营养因子的产生 这是大脑里面一种关键的蛋白质 它有助于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 没有了这种关键的大脑质 那么神经细胞之间的生长发育以及交流就会受损 你就会看到多种多样的神经功能的下降 和我们的祖先相比 和一两百年前的人类相比 生活在当今社会上的人 对糖的消费 对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消费 已经是高得太多太多了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了公园的动物身上 家里的宠物猫宠物狗身上 以及养殖场的猪和牛的身上 他们也得了和现代人一样的病 肥胖 脂肪肝 骨质疏松 因为他们吃下了太多的人工饲料 这和我们吃挂在超市货架上的身加工食品 是多么的类似 从进化适配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 我们人类远古时代的身体 无法适应现在高糖高能量的饮食环境 所以吃丰富而全面的新鲜的食物 才是符合我们的基因的 这不仅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加的健康 也能够解决由不健康的大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周围有精神疾病的 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似乎越来越多 当然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大脑的营养不良 身体的不健康绝对是一个被忽视的原因 它会影响人们的情绪 人们的感觉 影响人们的判断能力 让人变得容易发怒 不耐烦 缺乏同理心 这也是某些人犯罪的根源 所以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 尝试为监狱里面年轻的男性囚犯 提供更多的必须营养元素 从而了解这是否会对他们今后的行为 产生什么影响 他们设计了一个双盲随机事业 为一组囚犯提供必须的营养元素 必须的脂肪酸 多种维生素 当然这些都是最廉价的版本 但是仍然包含了一些关键的营养素 另外一组囚犯得到了是安慰剂 经过四个半月之后 他们发现接受了额外的营养支持的 这些男性囚犯 他们的危机行为下降了35% 暴力事件下降了37% 这比使用安慰剂的那一组数据要好得多 其他的科学家不相信 他们再次在不同的监狱里重复了相同的试验 最后的结果仍然是惊人的相似 不管你愿不愿意去相信这样一个试验 也不论你是支持人性本善或者是人性本恶 反正我告诉你的是事实 今天的内容强调了营养在大脑中的重要性 强调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大脑中的破坏性 不论是保持恢复健康还是去破坏健康 你都需要认识到他们是渐进性的 为了不让将来的自己为今天的错误行为买单 借掉不好的习惯 开启健康的生活方式 吃真正的食物 关注彭哥的视频 从今天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卧透 无了嫌疼 大家 fats IF you ! taken